有人说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这话背后隐约透着一股心酸,怎样让迷茫的心找到方向,可说是每个人必修的功课。 分享个小笑话,有个五毛去学驾驶,一直靠不过,教练说,你删铁的时候心狠手辣,怎么一上车就惊慌失措?五毛说,师父,您有所不知啊,您老实说换党换党,说得我心都慌了。 看似笑话,却呼应着当前令国际瞩目的化时代大使三退大潮。 三退是指退出党团队组织。 走过十几个年头,如今三退总人数已达三亿六千多万。 由于信息被当局屏蔽,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情。 不过,有很多人通过翻墙看到了三退大潮的壮举,退党网站上接收到了一份份民众真实的心声。 有一份声明写道, 现实中我发现,他们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,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,口称为人民服务,是为一党之私,维稳保全是其唯一要做的。 现今他已内外交困,民心丧尽,唯有三退摆脱暴政才能迎来心声。 如今,负能量已成事实的代名词,在疫情还在肆虐,洪灾连番而来,两荒逼近,百叶萧条,房贷车贷还不起,乐尽裤腰带之下,他们是韭菜照养割,民房照强拆,撒币只对外,始终没逆分。 种种折腾下,更多民心在觉醒,三退没有想象中困难,也不需使出洪荒之力,只要自行上退党网声明就成了,可以用幻命。 三退保命保平安,有很多实力印证了这一点。 再说个海外见闻,多年来许多到海外旅游或翻墙出来的民众,知道了法轮功洪传的盛况,即江泽民集团炮制自焚、自杀、杀人为案、栽赃构陷、非法迫害的黑幕。 目前,法轮功已传播世界一百多国,许多大学都有法轮功社团,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译成40中文字,修炼人群涵盖各民族,身心授益者不计其数,获得各国政府褒奖与民众的喜爱。 相信波云见日的那一天不远了。